你见过这样的婴儿吗 刚出生就拥有火影人这里的白眼 没有黑眼球 但仍然看得见 大家都觉得他是天生的恶魔 而长大后更是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恶霸 男人的外号叫火影白眼 最喜欢拿枪指着别人的头 就算小孩也不放过 他突然闯进一户人家 吓得夫妻两个立马站起来 火影白眼大摇大摆地坐下 脚蹬在茶几上 他摘下眼镜警告夫妻俩 你们必须把女儿嫁给我 不然的话 你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旁边警局的局长也帮着说话 就算你报警 我也不会给你立案的 更不会有所行动 那么接下来 他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让脖子讲讲 女儿听到声音走出来 我不会嫁给你 女儿名叫安娜 是村里的村花 火影白眼被拒绝后也没有生气 在他看来没人敢反抗他 火影白眼走到安娜父亲身边 小声威胁他 我大可以直接绑走他 之所以没那么做事在给你面子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戴上眼镜潇洒离开了 安娜不想让父亲为难 决定悄悄逃走 火影白眼收到消息派小弟去追 安娜慌忙逃跑中撞到了一个男人 向他求助 小弟威胁男人快滚 别做挡路的狗 男人却却冰冷地说道 我没兴趣救他 但很有兴趣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突然有人冲来 男人单手撑地直接一脚踹倒 看样子男人是有点功夫在身上 小弟一声令下 有人拿着棍子上前迎战 给男人展示了一番连环十八戳 男人不爱看 转身就将棍子踹烂 有人拽住他的衣服 男人一招金蝉脱鞘紧接着就是鞭腿 在场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到安娜被抓 男人空翻躲过驶来的汽车 踹走司机叫安娜下来 男人赤手空拳对上拿匕首的小弟 丝毫不落下风 更多小弟围上来 男人灵活运用工具 也拿来棍子敲上去 有人从后面偷袭 男人顺势跳到他身上 把他脑袋往桌上磕 腾空跳起踢中吊灯 正好砸在两人头上 还有人不服 主动上前送人头 男人灯墙空翻把那人踹走 领头小弟只能放下狠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安娜看中了男人的能力 跟着他一起上车 想让他保护自己 眼看着大巴驶出边界 终于能逃脱火影白眼的掌控了 车上安娜高兴地唱歌换上外套 但她还是高兴早了 火影白眼早已带着人堵在桥上 两人只能被迫下车 火影白眼还想装插 男人看不下去 冲上前对着火影白眼的脸 就是一脚 拉着安娜从桥上 一跃而下跳进河里 火影白眼等人对着下面开枪 但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火影白眼气不过 随便找了个司机撒起 把他的手掌打穿 紧接着胸口就是一枪 司机当场身亡 另一边男人和安娜 顺着水流游到岸边 这才有机会好好做个自我介绍 男人说我叫战神拉西 是个突击特种兵 之前落入敌国手中 在监狱里惨遭虐待 用棍子打脚底 在头上装冰块 被水枪喷 都没有出卖国家 趁着运往牢房的时候 在路上逃走了 之后就遇到了人 安娜告诉他 有关火影白眼的事情 之前森林局的警官 不小心得罪了火影白眼 他直接带着小弟 把警官抓走 将其按在伐木机上 随后开启机器 捂着他的嘴 不让他发出声音 警官的头一点点靠近刀具 火影白眼则在旁边 讲起了笑话 周围人没一个敢出声 当火影白眼讲到最后一句 鲜血瞬间喷了他一脸 火影白眼擦擦脸上的血 嘴里说着真是可恶 你应该听我讲完一句的 警官的家人知道这是谋杀 但也只能闭口不言 更可恨的是 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 早就吸食了他的毒品上瘾 火影白眼将毒品散播到校园 让大家从小就被毒品迫害 他还掌管了所有药店的经营权 那些想通过药物戒毒的人 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火影白眼和当地警局的局长勾结在一起 用收来的保护费贿赂他 借此控制了整个体系 黑白两道通吃 更是让他横着走了 此时的火影白眼已经到了丛林 缤纷三路追踪两人 一条蛇咬中了安娜 尖叫声吸引了他们 两人狂奔着往前跑 躲在草丛里 眼看有人接近 拉西起身直接刺穿了那人的喉咙 两人躲到树上 拉西从身后借着藤万亿飞而下山飞第一个 躲过手枪打死第二个 拽开皮带抽飞第三个 勒住脚踝拉走第四个 平常的皮带在他手里变成了致命的大杀器 没了皮带 腾空的鞭腿也能大杀四方 加上小弟主动送来的砍刀 拉西很快就将其全部歼灭 还有人匍匐着想爬走 拉西直接用皮带送那人上幕 他抢来对讲机对着火影白眼放狠话 你不过就是一个地痞流氓联合了一堆懦夫 如果继续跟踪我的话 你的人全都会丧命 我只警告你一次 别再追安娜了 要是你嫌尸体太少 大可以追来找死 火影白眼彻底被惹目了 从我出生以来就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 等我抓到你 就把你的尸体掉在广场 看谁还敢反抗我 火影白眼召集了几百号人 还带来猎犬 猎犬很快追踪到两人的气味 在河边停下了 拉西很聪明 在河边不停地绕八字 最后通过河水到达另一边 猎犬就闻不到位了 但大部队还是追来 两人躲在暗处 拉西绕到身后 后空翻踹倒三人 借助大树腾空而起 就是个后边腿 匕首男还想偷袭 拉西灵活躲过 拽起胳膊一招翻身杀 腾空跳起霹雳腿踢的 他找不着北 登上树干双腿锁喉 旋转一圈后放倒 左手挡住木棍 右拳垂在肚上 黄金吸机送他去西北 再顺手将木棍砸中一人的脑袋 单手撑地原地翻转 抓住脚踝扯他的腿 更多支援赶来 拉西被子弹打中腰子 火影白眼却连开树枪 把那人当场打死了 你竟敢动我的猎物 躲在树后的安娜看到拉西受伤 好不来捡起地上的大刀 挥向身边的小弟 但他还是被火影白眼抓起来 火影白眼看到拉西受伤 嘴角比AK还难压 抓着他就将他从悬崖扔下去了 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和礁石 掉下去就会没命 火影白眼张开手放声大笑 这就是和他作对的下场 火影白眼把安娜带上车 让他看清楚 只见一辆大货车静直撞向汽车 而汽车里的是安娜的家人 火影白眼摘下眼镜 警告他如果不顺从自己 下一个坐在车里的就是他 晚上火影白眼找了一个 和拉西长得很像的男人 将他吊在广场上 让周围的百姓都看着 我说到做到 如果你们有人想反抗 就来看看他 小弟们战成一排朝天开枪庆祝 火影白眼还买来一个漂亮妹子 给他跳舞 但这次轮到火影白眼高兴走 一个身影从迷雾中走来 是拉西来了 原来他摔下去被好心人救了 拉西顺着管道爬上楼 两下干翻放哨人 走进屋内磕掉手枪 将人重重砸下来 凌空旋转两圈躲过子弹 拿上手枪两枪解决守卫 拉西爬上楼 挨个房间寻找安娜的身影 遇见不长眼的拦路人 一点不废话 利落将气干翻 就连警局的局长也死在他的枪口之下 拉西继续屋顶跑酷 一路畅通无阻 那些小弟又哪能是他的对手 火影白眼收到消息 挟持着安娜出来 告诉拉西 想要救人 还有最后一关 就是眼前这个壮汉 他连续十年蝉联武术冠军 至今没人是他的对手 两人在厕所展开激战 壮汉身材魁梧 战斗刚开始拉西就落入下风 被壮汉拽着扔进了浴缸 刚想反击 又被甩到墙角 壮汉用浴帘将其锁后 拉西使出拿手绝活 后空翻将其撂倒 壮汉一击野牛冲锋 把他顶出去 不料力气太大反而把自己甩出去 两人一路从楼上打到楼下 拉西一只手被控制 头锤过后 旋转翻身挣脱束缚 起身旋转顺势掰住壮汉的胳膊 最后一招十字顾控制 不料却被壮汉挣脱 拉西的终极大杀招 连环旋转剪刀腿加泰山压底 壮汉被按在地上摩擦 拉西勒住他的脖子 随着壮汉没了动静 拉西的最后一关通过 此时火影白眼要带着安娜离开 拉西跑过去 灯墙凌空飞踢把火影白眼踹头 见他还想爬着走 猛踹他的大腿内部 火影白眼疼得不断哀嚎 拉西把他扔到车上 开车来到广场 看到火影白眼来了 大家全都吓得跑回去 拉西拽起他 大嘴巴子就抽过去 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 人们看到火影白眼被打才慢慢探出头 拉西拽着他的衣服对大家说道 像他这样少数的流氓压榨了大多数的你们 他们只有20个人 却吓住了你们200人 说完一巴掌扇过去 火影白眼还不服输对着安娜说 我就应该让你和你爸一起走 安娜也一巴掌甩过去 想起去世的一家人 耳光不停落在他脸上 拉西拽着火影白眼 又是一耳光 就在这时当地的警察来了 他们和火影白眼都是一伙 枪口对准拉西 他根本不拒 巴掌照就落下 火影白眼对警察大喊快动手啊 同一时刻军队的人也来了 所有人站成一排整装待发 喷子已经上堂 他们都是拉西的队友 混混遇上正规军 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 火影白眼见情况不对赶紧求饶 表示我一定会洗心革面的 我们之间没有血海深仇 你放我一马吧 但拉西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绳子套在他的头上 将他拽起 火影白眼挣扎了几下就没动静 警察们也放下手枪 一代火影白眼就此陨落 安娜流下眼泪 他终于给家人报仇了 拉西告诉大家 人民的力量一定比暴徒更强 所以不要害怕 拉西和安娜告别 他当众动手 肯定会受到军阀审判 但他还会回来的 安娜表示 一定会等着他归来 本片完 本片叫 一个人的突击队 本期问题 你喜欢看火影忍者吗 喜欢的扣三一 不喜欢扣三二 正如拉西所说的 有时候呢 并不是对方太厉害 而是人们内心的恐惧 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人民团结起来反抗 坏人也就不会这么猖獗了 本片好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雄雄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